大陸軍演在今天跟明天這兩天會不會影響雙省論 站在人民的立場 我們絕不接受在生活周遭有任何的軍演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嚴正的呼籲對岸 務必克制 同樣維持區域和平穩定 繁榮式人民深切的期待 也要在此呼籲民進黨中央政府 應該要持續維持區域的和平穩定 以此為面 而且不要意識形態掛算 遵守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理 以此來處理兩岸關係 賴清德在兩岸的這邊相較於前任都使用對岸來稱呼中國大陸 但他的立場其實比較堅定 他只是用中國 而且他也提到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兩岸互不隸屬 也希望中國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其實我們也在觀察 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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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麼 我倒覺得臺灣政府的定義就是說 我們要維持目前現有的 現有的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跟生活方式 這是我們的底線 那在這個底線上 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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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線之下 要怎麼運作 可以討論 那 做為總統 那當然有 對兩岸外交國王是總統的權責 今天賴總統的一些演講稿 我相信有一些部分大家都還在觀察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一下子回答你的話 就是說 當然他沒有必要 他也沒有必要說他要 講的話跟以前人講的都一樣 但是一樣 當他提出這個新的說法的時候 我希望他是有準備 市長是 今天沒有參加520就職典影 那有送花到政府 那這16個字 有沒有什麼 市長相反 那 對於今天總統 就職演說 提到的兩岸和平共榮的事情 你怎麼看 新政府 上任 是人民 所托護 最期待的是能夠 地方跟中央 大家團結一心 認真為台灣打拚 做事情 讓我們國運能夠昌隆 那面對 兩岸和平穩定 我們要拿出 實際的行動 創造 穩定 也創造 能夠繁榮 這是我們 人民所期待的 所以 政府 不要顧負人民的期待 我們希望大家 努力 環節 在一起 台灣也更好 我專存向議會請假 親自北上來參加總統的就職典禮 祝 要獻上我的祝福 祝福我們國家 國運昌隆 人民幸福 我們帶來多首的 經典台語歌曲 世代豐厚共逐台灣 第二次 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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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歌手 書 大家的確希望說不要參與這個就是就職典禮 但是我認為身為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大家看到立法院發生了這樣子非常嚴重的這個推擠 大家希望未來我們可以進一步能夠溝通 能夠協商為了台灣的這些法案 能夠討論出一個好的方向 那當然最有歷史的共業 柯建民總召他最清楚了 這是過去大家對於民進黨 他們強行通過法案的這樣子一個過程的就是反饋 那如果未來不要繼續這樣子舞動 是不是可以回到大家正常來討論這些法案 大家都不樂見國會這樣子的爭議 那希望就是賴清德總統拿出最大的善意 與在野黨最大的主席來進行溝通 以及也希望說柯建民總召不要把所有的責任都放在韓院長的身上 畢竟協商不是協商的內容以及實質討論的內容才是非常重要的 授與總統應系 請授與人立法院院長韓國瑜先生就位 總統請就接應姓位 授與中華民國之喜 合作地 合作地 中華民國之喜 授予榮典之喜 授予总统之印 继总统之章 总统请就冠礼委 授予副总统章 副总统请就接应行为 授予副总统章 授予副总统章 副总统请回座 请授予人回座 请监视人回座 总统请就主席 总统请就主席位 总统请面向官吏人员 请起立 奏乐 李晨 祝你們 現在宣誓典禮已經完成 中華民國第十六任總統 賴清德總統正式就任